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高美中国主席 掌管着超过5000万资产 他就是商战杀伐果断的穆贵英 豪江百年难得一遇见的才女 赌王何鸿生最娇宠的掌上明珠 何超穷 坊间传言 二太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大赢家 少不了何超穷的暗中筹谋 各种真假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何超穷已是50亿美元身价的香港女首富 当初那个无法主宰命运的豪门公主 究竟是如何转身成为沙发决断的商业女王呢 1962年 作为何家二房长女的何超穷出生没多久 父亲何鸿生就成功进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紧接着事业风生水起 正式开启赌神之路 只因赌王他赌信风水玄学 因此视何超穷为天降福星 倍加重视 十七位子女中根本无人与之匹敌 赌王很钟爱这个女儿 但因为二太蓝琼英的家庭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 所以何超穷不能说自己是何鸿生的女儿 直到十几岁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叫赌王爸爸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何超穷的出生不是孟晚舟 而是姚安娜 不过同样是被说庶女 姚安娜问的是 为什么喜欢姐姐不喜欢我 何超穷上演的却是庶女重生 二房子女出生前 何鸿生本已与原配太太李婉华有了几个子女 其中 长女何超英和长子何尤光最得宠 两人都遗传了父母的好相貌 常被带着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但好景不长 大太太李婉华一直身体欠家 后来更换上了杰昌炎 无法陪赌王出门应酬 于是1957年 赌王提出纳妾 要纳的就是当时14岁的蓝琼英 当然 纳妾之路不是那么顺利 1962年 何超穷出生 1972年 赌王才带二太及子女拜见父亲何时光 二太蓝琼英的嗜切身份才得以向公众确认 不过 何超穷的童年没有受到过影响 从小不愁吃穿 住着赌王买给母女俩的独立洋房 享受着赌王的偏宠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大房在逐渐衰落 1972年 李婉华和四名子女在葡萄牙发生车祸 丧失部分记忆 变得行动困难 1981年 33岁的何尤光与太太苏基 在葡萄牙因车祸丧生 只留下两个女儿 最美丽的女儿何超英 彼时刚与丈夫离婚 又受到弟弟失势的刺激 精神开始失常 李婉华得知儿子去世更是一蹶不振 瘫痪在床 大房技术将近 但蓝琼英这边的二房却人丁兴旺 何超穷更是被寄予厚望 对于何超穷来说 她有着年龄优势 只要自己足够有能力 能占足父亲宠爱 她就是何家的天选之女 但彼时何超穷从未想过自己会继承家业 18岁的她有一个文艺梦 最新文学和艺术 申请大学时 何超穷被纽约瓦萨尔学院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 何鸿生却回了一句 梦想算什么 你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女孩 应该去申请商学院 如果我让你读艺术 四年之后你一定会恨我 于是何超穷只好乖乖尊崇父亲的意见 攻读美国圣可莱大学国际商业管理专业 毕业后 何超穷心中的演艺梦未念 人偷偷跑去TVB拍戏 并因此与陈百强相识相恋 不想 这进成了她最后的叛逆 随后 赌王长子何游光突遭车祸离世 而长女何超英又因弟弟去世备受打击 精神失常 于是何超穷被何鸿生锁定为家族事业继承人 那时坊间流言四起 说大太太这边的凄惨下场 皆是何超穷母亲按下黑手所致 而早已色衰的母亲要争宠 要独立 又要面对舆论的压力 因此 母亲也对何超穷和陈百强的恋情加以干涉 太多人的眼睛盯着 何超穷不得不做出表率 肩负起整个家族的融入 与男明星高调相恋 不是明智之举 与传王的儿子联姻是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 何超穷断了这段真情 匆匆嫁给了许靖亨 婚礼上 陈百强也是做上宾 以朋友的身份目送他披白纱 进宾客 他送他出嫁 同年 陈百强推出了新专辑 《只因爱你》 其中一句歌词唱 若要跟旁人相恋 便觉生无可恋 此后 他将房间布置成黑色 终日已久为伴 每日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眠 三个月后 因用酒水送付安眠药陷入昏迷 被送去玛丽医院 陈百强住院时 以为人亲的何超穷不顾全世界非议 每天都去探望 然而十七个月后 陈百强还是以脑衰竭离世 他为他扶林 赌王圣怒 但他不顾 执意用自己的方式 做最后的道别 因为他走了 也一并带走了他最后的肆意 丈夫许靖亨 本就是花花公子 前有刘嘉玲 后有黎姿 婚后又与李嘉欣高调同居 何超穷与他本就没什么情分 一人提出离婚 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商业联姻 此后他没有儿女 也没有再婚 一门心思开启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想当初 长子去世让何轰生大受打击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吩咐手下 以后大少爷的车 不要开到这里来了 大儿子去世 二儿子何游龙 年纪尚幼 纵观何家子女 金明能干的何超穷 就这样成为继承家族意志的最佳人选 于是赌王开始着意栽培这个女儿 何超穷眼睛里也闪过一丝金光 大学刚毕业 就被何轰生安排到了 法国东方惠里银行的实习工作 此时的何超穷太想赢了 根本却不满意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工作 坚持离开 因为一次帮父亲集团做活动的关系 他发现了自己的策划天赋 立即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天机公关 长袖善武的他把公司运作得很好 直到现在 这家公司却依然包揽了几乎所有顶级奢侈品牌 在大中华地区的推广活动 加上1991年和许家联姻 何鸿生对这个懂得以大局为重的孩子 有了更多期待 1995年 33岁的何超穷进入父亲的信德集团 他主导信德与香港中旅集团 成立合资运输公司 喷舍飞航 拓展了港澳之间的客运服务 为澳门带来大量旅客 此举令和轰声很是欣喜 开始把真正重要的事物移交给他 他也为了家族意志和父母的荣光 日夜努力工作 成为叱咤港澳商界的女强人 很快 他接到父亲召唤回到家里公司上任 短短几年 就让快要做不下去的运输公司 成为港澳广深四地老大 顺带拯救了澳门航运业 那段时间正是自己那倒霉老公 跟金牌小三李嘉欣 闹绯闻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但他根本无暇顾及许近亨 因为澳门赌权开放 竞争对手涌入 博彩业走下坡路 才是最让他头疼的事 2003年 何超雄以个人名义 联名美国美高美公司 成立美高美中国 他从银行贷款10亿 新建了一座35层的五星级饭店和赌场 让合适企业在娱乐 旅游 文化 艺术等领域 进行多元化布局 这个投资带来了超过10倍的收益 近赚18倍 甚至帮父亲摆脱危机 振兴加业 人人都知道 何鸿生那时没有败落 是何超雄的功劳 这一步也成为了他丰厚的关键 2011年 他成了美高美中国联席董事长 是吕金言中心主席 2013年 他被福布斯杂志选为亚洲50大商业女性第15位 2014年 又担任马扎林亚太区集团主席 他是赌王十几名子女中 唯一在父亲商业帝国中担任要职的孩子 自然也就成了赌王的最强接班人 2015年 他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 以50亿美元身价成为香港女首富 成为了媒体口中名副其实的赌后 身价超越了父亲何鸿生 产业庞大 所以赌王去世后 闹得沸沸扬扬的征产暗中 二房一家独大也是很显然的事 另外何超雄不是一个钻在前眼里的人 他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值得尊敬 捐款 做慈善 替赌王高价购回圆明园马首 代表家族向国家文物局捐赠 今天的何超雄是知名的女首富 大家族的中流砥柱 与伤海的大女主 可如果大房躲过意外 那何超雄是否有机会做个真正的小公主 与偶像好友同台演出 在流光下翩翩起舞 可以和弟弟妹妹一样 活得更纵情四义 学自己最爱的文学专业 被艺术和舞台的聚光灯包围 也可以爱我所爱 不用理会父亲剥夺继承权的红色警告 也不用让自己的婚姻沾染上家族意志 可惜这世界就没有如果 何超雄比谁都清醒 有些东西殊无可输 有些天性必须压抑 众所周知 豪门深如海 素来最惊心 何超英据说连墓碑都没有 港门有个标题党说的基本没错 最是无情帝王家 都说赌亡二太蓝琼英是宅斗高手 可站在何超雄的角度看 母亲的斗毫无错处 华人世界最深的宅院里 不争的下场人尽皆知 尤其是三胎的龙凤胎厨士 通壁元侯 四胎手握麻袜兵团入局 他必须全力去争 为了母亲一辈子辛苦不付诸东流 为了自己的虔诚 也为了二房弟妹能有所依靠 而站在更高的视角看 何氏家族百年风雨 几经起伏 先祖从期末香港一个不知名的混血 到豪江首富 大伯何东手里的家族忠心 都是曲折的故事 赌王何鸿生原本是富贵出身 可家业一息之间所剩无几 家人被迫分居两地 人人都知道他白手起家 却不知他十港元闯豪江之时 需要多大的胆色和锐气 何家一直是警惕的 时代兴衰之际 一个富豪之族心也薄焉 亡也忽焉 相比其他那些善于享乐的弟妹 何超穷比谁都清楚 什么叫做家族的责任感 尤其是大房衰败后 父亲的冷漠 母亲的慌神 都让深切地感受的 什么叫做豪门寒意 这么久以来的天性 虽然很苦 但也确实做到了 常人所不能及的地位 一手造就了商业帝国的辉煌 得到了家族最耀眼的那个位置 他也一手埋葬了心里的那个文艺 敏感 肆意的小公主 让个人意志 满美融会了家族意志的洪流 或许 这就是何家长女最后归宿吧 看样子 何氏家族的时代连续剧还有桥 而何超穷奇人 也注定要在这个时代 留下自己的痕迹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继续剧 感谢观看